高雄陳情湖棒球場市長陳其曼 擔任開球嘉賓 場上擠滿上萬球迷球賽熱鬧開打 沒想到比賽完 總教練洪一中要開車離開 卻被鎖在地下室 關在停車場裡 洪一中說當時他下車按開門 竟然還被切掉 控訴是工作人員故意關門 氣到垂門10分鐘 直到右手大拇指歐蹭才開門 怒轟是把台鋼當敵人嗎 甚至傳出嗆聲要更換主場 就覺得有點扯 然後多做一點車場上的管理 市政府會自己的出力的話 對大家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總教練被關在地下停車場 垂到手歐車 運發局第一時間沒有道歉 推給記者會太晚結束 所以門禁時間到了 那總教練因為受到媒體的訪問 所以比較晚離開 地下室停車場他的開放 是現實開放 運發局說法立刻在網路上 炸鍋網友加碼爆料 不僅總教練連球員都被關 球場人員是在拽什麼 不歡迎直接說 官方在玩文字遊戲嗎 直到事情鬧大了 運發局緊急公布兩波懲處名單 球場主任寄兩個小過拔關 副局長小過要給球團一個交代 管理我們要跟球團 還有跟球隊 再保持更密切的協商 運發局說未來會跟球團 持續優化球場運作溝通 只是因為記者會探訪結束 總教練和多名球員都被關在 停車場出不去 垂門10分鐘才開門 公家機關管理缺乏彈性 記得許謙王書宏高雄報導